清明节临近,夏京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台包返乡技组高峰,往返两岸技组扫墓,走亲访有的旅客人数明显高于平时。 为此,小三通客运航线发航班次增加,让台包往来更加快捷便利。 据厦门海市局消息,连日来,厦门至金门小三通客运航线旅客人数持续保持高位。 3月28日至4月1日,日均客流量达到3500人次左右,4月1日旅客人数高达4306人次。 搭乘夏京小三通客运航线返乡技组扫墓与中青团聚,已成为不少台包的首选。 因为我们的主线都是来自于大陆嘛,所以其实我们在台湾的那个墓碑上面,其实我们那些主级都是福建省啊,江苏省啊。 清明三天假期,夏京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投入运营10艘客轮,投入客位数3139个,每日往返发航16班次,排除恶劣天气影响因素,预计客流量将达1万人次左右。 我们全方位保障夏京航线客船的航行安全,检查通信导航、救生消防等重要设备,船舶配员及其值班值守情况,保障船舶试航、船员试任应急到位,联合涉海部门常态化开展夏京航道巡航巡检,联合属地部门加强对乡镇船舶的源头治理,严厉打击违章、战导航行、活动等行为,协力维护通航环境。 同时,密切关注气象海况和航道状态,及时发布禁线航信息,指导客船落实各项防范措施,全力保障清零节期间,两岸群众返乡、祭祖探亲安全便捷。 据了解,自去年1月7日夏京小三通客运航线复航以来,已安全运送旅客99.5万人次,预计将在清零节期间突破100万人次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